为我开智慧之眼 得光明之身也 您想要恢复智慧之眼 想要得到光明之身 用什么方法 就是欧云大师所提倡的 信 愿 痴 明 可惜的是 有一些同修虽然遇到这个法门 它并不是真性 它那个愿呢 并不是真愿 不能说它没有 但是呢 没有达到佛经上的标准 什么原因呢 还是在于没有把事实看清楚 它这个缘分呢 也可惜啊 当地没有人跟它讲得很详细 很清楚 在这上自己烦恼又重 所以它就受不了外面 五一六成的诱惑影响 它这个佛号就念得不得力 上心印之鱼 以及是如来心心相印之印 诸祖族以心传心之心 文词宝印 粉身难报 这个话讲得太恳切了 那个善根福德身后人呢 看到这个话 那个眼泪啪就流下来了 真的 这个报答佛恩呢 怎么才算是真正 可以报答佛恩呢 就是要把 一切诸佛如来 心心相印的这个宝印 还有历代祖师 所传的这个心印 真正把它获得 什么叫获得呢 念佛的的确确 有这个功夫 把所有的烦恼习记 辅助 确实有能力 可以往生西方净土 这是报答佛恩 一般呢 我们做早晚课嘛 都会念这个回向记 念回向记 如果没有做到 那是不是真正有这个功德 可以回向给大家 严格来说 功德要真的修 不能说嘴巴 只是把这个念佛记 念一念而已的 所以读经 听经念佛拜佛 要专心 要制成 尽量的少夹杂 少间断 最好呢 不要怀疑 到最后你能够做到 不夹杂 不间断 也没有任何怀疑 那就太好了 那你这个往生的品位 一定很高 我们再看底下 如否无碍之 所行 瓷 瓷瓶瓶瓶 这是一小段 这个瓷呢 就是指的 瓷瓶 瓶呢 是说 悲瓶 所有啊 造业的 苦难众生 众生 造的业 哪里有不受报的道理 我们就是这其中的一分子 好在我们今天呢 总算是脱离了善恶道 来到人间 又在人道呢 遇到无上的妙法 遇到净土法门 这是非常难得的 下面解释 上二祭乃愿求佛德 愿己福慧 等同如来 法藏菩萨这样子发大心 他希望呢 能够得到跟佛一样的万得 希望自己的福报呢 智慧呢 跟诸佛如来一模一样 那我们看的这些解释 也应该要发同样的心愿 到达基督时期 的的确确 我们是在方方面面 居然就跟阿弥陀佛呢 一样了 这就是环境上所说的一句话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真的在基督时期 这一点是确确实实做到 下面再做一个说明 首居如佛无碍之 求己知如佛也 大家希望自己有智慧 想 而且是什么智慧的 跟佛的智慧是一样的 那佛的智慧是究竟圆满的 而佛的智慧又从哪里来的呢 从自信来的 您可不要以为说 这个智慧是从读佛经来的 读佛经那只是一个方式 那是我们开发自信的一个方法之一 自信呢 全都在我们的心性里面 您只要把这个 阻挡自信之门的这个障碍去掉 把这个自信门一打开 这个智慧它全都显露出来 所以学佛没有别的 真的就是两个字 您只要做到就成功了 哪两个字呢 放下 今天我们在这里有很认真的读经 很认真的在听经 目的何在呢 这是学看破 了解实实真相 了解实实真相的目的 就是帮助我们放下烦恼 放下一分烦恼 您就又帮助自己再看破一分 多看破一分呢 又帮助我们再放下 更多的一分烦恼 这个就是本经经体上所讲的五个字 这是我们天天都要用功的这个方向 也就是清静 平等 绝 假如说我们还是不清静 还是不平等 还是糊里糊涂的 那这个就是天天在找六道轮回之夜 所以八万十千法门 原来到后来都是帮助我们 把所有烦恼全部都舍弃掉 只不过今天呢 我们所选择的方法 是净土法门 这个方法呢 是佛在大基金上 特别劝导我们的 也是在净土五经一论里面 所教给我们的 因为这个方法呢 是十方诸佛刹土一切众生 都适合去修的 所谓的三根普丕 利盾全收 您是一个决定聪明的人 令阿弥陀佛可以成佛 您是一个下下根人 是个文盲 什么字也不会写 也不会看 但是只要能够做到 发菩提心 一向专利阿弥陀佛 后来呢 居然也可以念到 如佛无碍之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有 还不远呢 九年前呢 闲工老上 你看人家 在世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 我啥都知道 那个我啥都知道 就是这里所讲的 无碍之 他是什么都知道 我们呢 我们多加一个字 啥都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的麻烦 所以啊 这个闲工老上的光碟 应该要多看一下